好,這裏就說了,政府給了per unit test 之後 價錢是沒有變,這是很極端的例子 因為正常來說,demand supply,加test,supply上去 p升級跌的一定是,supply減少了 OK,supply curve上去,supply減少了,一定是p升級跌的 去到其中一樣東西不變price不變極端情況的時候 我們找一些極端情況出來 四個最極端的情況,先說一下supply supply perfectly inelastic,supply perfectly elastic,demand perfectly inelastic 或者demand perfectly elastic,四個極端狀況 我們試一試,如果你記得的時候馬上有答案 忘記了,不要緊要慢慢做 這樣,perfectly inelastic的supply加稅 記住在向上移的時候,回答同一條supply curve 所以Q沒有變,P沒有變 好,然後呢,如果是perfectly elastic的supply curve 向上移,p升級的幅度是跟它一樣的 平衡的改變 所以呢,P升級跌的會,然後呢 因為Seller是沒有任何Burden,全部被全包 剛才呢,因為價錢加不到稅 我給了,所以剛才是全部都是Seller的 稅給了嘛,不能收貴buyer,我便自己給了 好,然後如果buyer是perfectly inelastic的話 那supply curve推上來,Q沒有變,但P升了 P升級的幅度呢,剛剛就是p升級的幅度 剛剛就是p升級的幅度 剛剛就是p升級的幅度 就是p升級的幅度 所以這裡呢,全部都是p升級的地方 就是buyer的burden 好,然後呢 如果那個地板是perfectly elastic的話呢 那supply上去吧 你不能加上去,因為反應太厲害了 其實呢,Q為甚麼呢 唯有減少一點,不要做那麼多 p沒有變的 OK,即是說有兩個情況 Q沒有變,有兩個情況是p沒有變 在perfectly elastic的狀況,當然是 Q沒有變 perfectly elastic的狀況,不是兩個 對,這兩個 p沒有變 跟著,Q沒有變呢,就是這個 和這個 好,Q沒有變 這樣大家知道的情況 記住,現在呢,就是說 價錢沒有變,即是說這種 或者這種情況,要是supply perfectly in elastic 要是